4月1日晚,高俊熙微博发文澄清不识传闻,称与胜利只是同行业认识的关系,但参与或是受到其事业上的招待邀请,或是有类似关系的传闻完全不属实。 他还表示,将焦点放在被害人身上而不是加害者,让被害者受到指责的情况让人感到遗憾并且痛心。 文中表示,我明确表示本人与该传闻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,与胜利这位朋友只是因为在同行业认识的关系。 并且也曾是同属于YG公司,所以不能说是没有交集。 但是参与或是受到胜利事业上的招待邀请,或是有类似关系的传闻完全不属实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